美国大选将近川普已在为他 若赢得美国大选后的内阁成员进行规划 面对镜头信心满满 川普最近接洽避险基金大亨暴森 谈论未来若他当选将出任财务部长的可能 此外川普还举行了多场会议 商讨可能的内阁人选 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根据亿万富翁指数显示 报三的身价约有44亿美元 约核心台币1383亿 若川普击败现任总统拜登 财长一职其他可能人选 也包含前美国贸易代表赖海哲 海纳国际集团创办人亚斯 及Key Square Group创办人贝森特 过去曾为川普第一个任期内 担任中情局CIA局长与国务卿的蓬佩奥 前几天表示若川普在11月的总统大选中当选 他不排除再度为川普政府工作 就连前众院议长麦卡锡 在去年底发表告别演说后也表示 若川普重新执政 是否会跟着回国保持开放态度 随美国大选将近 外界正在观望各个重磅级人物 是否回国拼凑内阁轮廓 三里新闻零九旧报道